Double Stroke 各位好 現在我要介紹的這個演奏動作 叫做Double Stroke 中文有人說叫做雙擊 但是我常常把Double Stroke 分成兩種不一樣的概念 一種概念我已經介紹過了 就是自然彈跳的感覺 好像實現了這樣子 一般來講的Double Stroke 叫做Open Roll 我簡單的說一下 Open Roll的定義 也就是我們大部分所說的雙擊 是今天要講的這個 它一樣是有一個大動作的循環 但是會出現兩個聲音 第一個動作 基本上是由比較大一點的關節來活動 像我現在是用上手臂 活動關節可以說是手肘 第二個動作 則是由手指 以這樣子的連貫的動作來製造一個雙擊的效果 有的鼓手第一個動作不見得是用手臂 它可能是用手腕 以這樣子直接手腕舉起來 這也是Open Roll 那今天的這個介紹 因為我想要讓這個動作可以具體的被觀察到 建議 以手臂的動作為開始 當然慢慢習慣之後 你會發現手腕的動作也是可以做到的 那感覺不會差太多 但是一開始的話 以手臂來說會比較容易感受 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把它分成幾個不同的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敲擊 然後讓鼓棒反彈上來 第二個動作就是讓手指去抓握 進行第二次的打擊 在第一個動作的這個練習 我們在練習的時候會遇到一些困難 就是鼓棒的反彈 很容易鼓棒就飛掉了 或者是這個反彈不夠理想 你可能花了很多的力氣 但是這個反彈的成效不佳 可能會遇到這方面的困擾 那我們來說一下 為什麼這個鼓棒的反彈會不好控制 可能會飛掉噴過頭了 或者是彈不太起來 原因就是在於我們的拇指跟食指 會有一個鼓棒 控制鼓棒的支點 這個在我其他的講這個揮棒的 揮擊的基本的動作裡面有介紹過 關於這個支點的重要性 我們現在是用拇指跟食指來控制這個支點 有的打擊動作可能是用別的手指來控制這個支點 那個都也包含在今天的討論之內 但是我們今天主要示範的是 以拇指跟食指來控制支點 當我在敲到打點板的時候 也可以說敲到鼓的時候 敲到的那一瞬間 我底下抓握的中指、無名指、小指會放開 讓我的控制支點的地方 只剩下拇指跟食指 另外請注意 我的食指並不會把鼓棒勾住 像現在畫面上這樣有一點勾住的 這並不是我建議的這個握法 當敲到的那一瞬間 我希望你的手指是打開 然後拇指跟食指像是 以夾住的感覺 畫面上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夾住 但是並沒有勾住 我的食指的最後一個指節 並沒有勾住鼓棒 而是稍微放開 夾在鼓棒的兩側 以這樣的形式 這是敲到打點板的那一瞬間 是這樣子的 當然在敲的過程當中一開始是有握住的 但是在即將要敲到的那一瞬間 我的手會放開 所以我的手部的動作 這個放開的timing 你可以想像成我們在拆拳 在剪刀、石頭不一樣 你手會握著 然後下去的瞬間打開 下去的瞬間做出你要的動作 大概就是類似的timing 那只是你的手的動作是維持這個 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個 拇指、食指夾住鼓棒的動作 我把鼓棒拿掉的話 你看起來動作會是這樣 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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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拇指、食指 把鼓棒夾住 好像是這樣 這個動作 他練習的另外一個困難點就在於 用夾住鼓棒的方式會覺得非常的不牢靠 我們很可能鼓棒在敲的過程當中就飛掉了 像是這樣 為了讓這個鼓棒可以穩定 不要容易飛掉 但是你又不能夠勾它對不對 所以你需要的是這個夾的這個力量 這個力量來自於虎口的 這個稍微的隆起的小肌肉 我用鼓棒的尖端來指一下 你看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這個小小的肌肉在用力 它是控制讓你的拇指、食指夾住的 這個來自虎口的這個肌肉力量 這個小肌肉非常的重要 我們需要這個力量夾住來控制鼓棒 所以當你的這個肌肉的力量 還沒有發展到足夠控制鼓棒的時候 的確會有這種困擾 鼓棒會很容易飛掉 或者是控制不穩 那為了不讓鼓棒飛掉 你可能要過度的使用別的肌肉 或別的肢體力量 例如說最後一個指節稍微勾住 以免鼓棒飛掉 那這個就不是我們想要的結果 因為當你食指勾住的時候 它會影響鼓棒彈不起來 或者是甚至雖然鼓棒沒有飛掉 但是它會彈到你拇指跟食指 所形成的一個圈圈 這樣子 那次上這個對鼓棒的支點的控制就不見了 你就失去這個支點的功能 所以回來這個根本的地方就是在於 你必須要去練習控制你的握力 尤其是在這個拇指食指這個夾的力量 這個力量你慢慢的成長了之後 會讓你的這個控制來的比較有效率 你會比較看得到自己的進步 另外有一點就是適度的用力 如果你非常的用力的揮擊的時候 有可能會讓這個反作用力會非常的大 你的拇指跟食指就需要更多的力量 來控制好這個支點 基於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不建議你一開始用非常大的力量 你要去慢慢的去體會 有的人會擔心鼓棒彈不起來 所以它就更用力的 就很本能的下意識的更用力的去揮動 去敲擊但是這個反作用力更大 就更抓不住 所以會導致訓練上的 學習上的一些困難 所以我的建議是 適度的力量不要太快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來感受 先讓拇指跟食指 只是夾住鼓棒的兩側 不追求這個揮動以及反彈的 這麼完美這麼標準 先這樣練習 舉起來放下去就可以了 循序漸進的慢慢的讓你的鼓棒可以多一點點往下揮動的力量 一開始可能就一點點 慢慢的多一點點力量 再多一點點力量 它就彈上來了 另外一個要注意的 由於很希望讓鼓棒可以反彈的起來 所以在敲到的那一瞬間 請注意我拇指跟食指所捏住的鼓棒的這個點 在敲到的那一瞬間 很希望讓鼓棒可以反彈起來 所以我的手就有一點點往上拉 這樣子會造成一個反效果 因為你這個支點已經在移動了 所以這個反作用力就變得不明顯 所以說盡量在敲下去的那一瞬間 拇指食指所控制的這個支點 就不要再移動了 就暫停在這裡 讓反作用力可以充分的上來 鼓棒可以反彈上來 看一次是這樣子的 那條件是你的支點必須要下去 敲到的那一瞬間就固定住 穩住不要再移動 請你練習以這樣子的方式 輕鬆的揮下去 讓鼓棒可以輕飄飄的自己 彈上來就可以了 而不要像現在這樣 這麼用力 當然很好彈沒錯 它的反彈很明顯 可是你的這個支點 需要更大的力量去控制 一開始你的力量如果還沒有練習到 還沒有成長到足以匹配你的揮動力量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失控 我們想要的情況是 非常輕非常輕 就可以讓鼓棒 好像用飄上來的一樣的感覺 直接飄到你需要的這個定位 所以你會注意到 我的手幾乎是自然的放下而已 但鼓棒就已經可以飄得上來了 所以只要你的這個支點是穩定的 力量足夠 然後你的揮動 以及下去的時候這個支點是固定 那基本上鼓棒都可以飄得起來 為了這個階段的練習 有一些比較強烈一點的 短期的增強你的這個握力的方法 那這個方法有非常多種 你可以用一些握力器 練習握力的一些工具 可以有幫助 要練習一個幾分鐘 然後再拿鼓棒來練 你會發現控制力會比剛剛好一點點 那有的鼓手他會是以 用鼓棒來作為輔助的訓練工具 像Jojo Mayer他有分享的一個方式是這樣子 用拇指跟食指 以捏住支點的方式 但是倒過來捏住鼓棒的but 就最後面的這個這一端 而用食指的最後一個指節來 勾動鼓棒 讓鼓棒可以晃動 甚至有一點在敲擊自己的手背 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這樣子的練習會很需要你的拇指食指用力的夾緊 才能夠讓鼓棒可以揮動的比較穩定 所以這個練習的目的 其實是為了要讓你的拇指食指夾得比較用力 但我覺得這不會是唯一的方法 你用其他的方式去增強你拇指食指的握力 基本上都很有幫助 但是去控制這個訓練的分量 盡量不要練到你的肌肉拉傷 那我們現在來講第二個動作 相對於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就簡單許多 當你敲下去鼓棒飄上來以後 你要去注意 讓你的手指不要完全的失去對鼓棒的控制 整個變成空空的 勾不到鼓棒那就不太理想 我們希望你的手指至少還是可以碰得到鼓棒 但不必要完全的勾住 至少是可以碰得到鼓棒 讓你勾得到可以進行抓握的動作 這樣就可以了 我來試一次喔 這是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像我的小指很短喔 所以有時候我的小指會有一點夠不到 那如果小指可以夠得到 我覺得是很理想的 看起來小指 小小的短短的好像沒有什麼力量 其實 如果你可以讓小指碰到一點點 可以夠到一點點的話 對於第二個點的動作 力量會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如果你可以讓你的手指盡量都碰到鼓棒的話 我覺得讓第二個點的力量聽起來聲音會扎實很多 再一次喔 第一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左手 左手也是一樣 先練習單手的動作 直到你可以把動作一跟動作二做得非常的連貫 然後練習到內化的程度 如果你要非常專心 才能夠把動作一跟動作二連接正確的話 那我建議你再多練一段時間 讓你可以很輕鬆的就可以完成這兩個動作的連接 在你的大腦的思考當中 那個想法像是 丟出一個指令就可以把這個動作 整個動作流程執行完畢 而不是在比較陌生階段的時候 你的大腦必須要想著 丟出第一個指令執行一 再丟出第二個指令執行二 這樣子這個整個動作 基本上內化的程度還不夠 所以我希望它是一個 已經練成一個連鎖反應 一個連鎖的動作 那這樣子再進行下一個階段的練習 會比較有用 那至於下一個階段的練習 我會在第二支影片裡面 為各位做介紹跟分享 今天先講到這邊